第3场赛事 跑3班1千米的时间 如果你在赛事前的时间 在我们经济apps 看了这个短片 多谢你支持我们的收费计划 这场里面有些质身码 也有些新质码去运展 不过也挺喜欢初出的收费莫浪球 当然马名也比较特异 都是罚底 而这批莫浪球在外地跑了两场时间 一边一个第二 两场都有交叉秘枯 跑法也留得比较厚 上网也找到片段 直路移出外动 有些后劲的马匹 估计今场跑1千米 可能是郭东尼 觉得这场会有些捕捉 可能会帮得到他 先带大家看看他今季 在落地后 来到香港 试试第一货直路集 中间是蓝衣 押抬一颗星是莫浪球 在外面是马友冠 白帽黑鼻枯 是自同道合 厚一点是六三 蓝眼罩一拍即合 这一货集 见到莫浪球 虽然在直路里 换了几多次 但他换了脚之后 也跟到马友冠和资同道合 这两批耳斑马的速度 而且过中点之后 也不是完全散开的 一路都很好 似乎他有一定的速度 以这一组左右旁的耳斑的级数 可以这样计算 至少也有一定的战斗能力 好了 试完草地集 未必足够的 接着就做了一货泥地集 刚才我们看过 长生祈宝那货集 现在留在底下 蓝地色3 大约第八九位 即是后面尾3 其实他出门之后 他一直捉得比较厚一点 田坦捉得那只马也有点斗口 入到直路的时间 他移回到中档里 开始松回疆城 似乎 那只马也肯走 没说原来 以为留留下 好像有很多在手 但是直路没有的马来的 他一直跟着马来想 是沿途 沿途 是上回很多的 似乎这一匹马 跑泥地的性能都不差 假若 日后这一匹的木浪球转泥地 都要多多兼顾 可以这样计算 这次的时间 我们来看看 高东尼这次马房的手马 其实都挺凶的 在右上角打开 骑练表之后 找回高东尼 这一场的出一对 第四场的子专大师 找到雷神 另外 稍后的长期 麦瑞麦瑞 找到苏绍辉 仗要判顿 神龙区 上一场都好 找何宅耀 似乎都放了手马 在赛日里面 所以这只网浪球 这一组的对手 都挺多疑问的 拨一拨 看看百成够不够做 而另外一只 东购马 加州神战 这次下班 赛前也投过来 试过杂 我都挺喜欢 在重化杂里面 可以放回来 都不太断的马 刚刚介绍给大家 一只大合肆 就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 重化草地 或者泥地 都是比较深的 跑道 所以有些后上马 都追得比较好 所以经常看到 重化杂的后上马 都很厉害 这一货 虽然雷神尸 可能帮得到 一只马 僵承操控比较多 但是你看到 后面的黄金甲 虽然按住 但是看到 加州神战 一直贯注力都很好 当然 高冬用这一场出一队 马防心意 究竟是哪一只先呢 这一只是第二选择来的 未必一定 不是波都未定的 因为他也是叫做死路程 这个路程是 赢马的路程 这次呢 不找雷神跑 可能就想探马层街的10磅 又或者雷神一早 答应了平海欢升 所以呢 一队的高冬来马防的马 我都先兼顾着 而另外 梦幻人生 文家梁也都是 这次放手马在这儿 也可能跑多了这个泥地 所以转过来这个 田草 都是叫色上的名 其实 表面都赢过的 被人告掉了 以回他上季和曼士 赢马 或者贵留在泥地里 和好好利高 都是级数比较强的 马去跑的时间里来计算 甚至乎 794 上位7月7的那场 都是强组来的 所以 这一组 应该足够的 而另外 第四选 四个马 大武士 这马就独善此情 可以这么说 以往力挂两回都在这个路程 得到的 另外 刚刚马房的小太阳 如果心急想 匆匆再出报名 要保重的话 如果放入这一组 我估计应该都首执杯 或者多数都赢马 似乎沈习 沈习的调边显将 也有心给大武士 跑这一场赛事 12月21号 他曾报名 田草直路赛 作后比1 有保护权之后 继续等直路1000 而小太阳跑1200 顺利保重 看看沈习的 如意算盘 打不打得响 第三个家应精英 是保险脚 如果你有胆 或者选择猫宝 是可以随时变身的 13个家应精英 都可能是一选 上次是小羽 復出转过的谷草 似乎 当多货市站 始终唯一赛马路程 就是1000米 不过当时就是4班 他上来3班 输那场1000米 就是气管 又存名 可以这么说 这只马 换到盘略 博他不存名 可能会拍得好一点 可能就是一只边线 冷却有不明的味道 第三场波者喜欢三号莫浪球 一号加州神战 爆梦幻人生 和射马大武士